市長委員代表發言 謝謝主席還有本院其他所有的同仁 我想在過去這個週末 從10月9號到10月10號的這兩天 新北市從貢寮 瑞芳 金山 萬里到汐止 所累積的雨量已經高達了上千毫里了 那這樣子的雨量在過去這兩天當中 造成了非常多的災情 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的道路 土石都坍塌 道路封閉 那也有很多在山坡地上的民宅 那因為水土保持的問題而流失 對於居民的安全 建築物的安全 都造成了很大的負面衝擊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行政院院長林全 能夠到這些災區去巡視 那在這一次釀災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所講的總共撤離了十四里四百六十五人 那希望行政院能夠 這次釀災的過程當中 會見方案提供的規定 會見必要的協助 謝謝 本議員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黃偉哲委員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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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